人一生會犯無數次的錯誤 會由環境獲得好奇心 污辱歧途 近十年來 台灣吸毒人口的高峰超過6萬人 而據高檢署統計 2021年台灣吸毒總人口降至3萬多人 破十年來最低 而在過程中最功不可摸的一個角色 很多人可能聽過 但卻很少人知道他們是怎麼工作的 360行 行行出狀元 今天散路用演繹的方式來帶大家看看 你不知道的冷門職業 戒 毒 師 今天有三位成癮者來到戒毒所 他們分別是 K他命成癮者 安非他命成癮者 以及海洛因成癮者 他們能夠順利的擺脫毒癮嗎? 他們毒癮發作時 又有什麼症狀呢? 你的名字叫 蟹山肚 蟹山肚 OK 這件事不用什麼藥物? K他命 我可以上廁所嗎? 你的名字是 黃玄玄 黃玄玄 OK 你這件事不用什麼藥物? 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 你的名字是 叫我戒宅就好 戒宅 OK 這件事是服用什麼藥物? 我本身說4號 4號 4號 還有1 對 好了嗎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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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AMIN 他在藥物裡面分類 其實是三級毒品 他沒有到那麼重 但是其實他是一個很容易取得的藥物 他的症狀其實 第一個會傷害你的鼻環 他吸食的方法其實很多 最主要他會傷害你的膀胱 讓膀胱纖維化 大概用了多久 請問這裡有廁所嗎 有有 空間 你要上廁所嗎 OKOK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我等你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好OK嗎 OK 那我們就繼續問下去 好 那你大概不用藥物 要來多久 不好意思 再走 OKOK 我等你來 什麼關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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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事 沒關係 OK OK 那我們就繼續了 好 那你不用藥物大概一多久 三年 三年了 那為什麼你不會想要在哪裡 真的嗎 還要嗎 我再一次 最後一次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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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胖線的話代表你裡面的膀胱壁 它已經變得很薄了 你裡面沒有辦法擠尿 你只要有尿的話 你就會想要馬上尿 但是他們去尿的時候都會特別痛 一直叫啊 很痛啊 基本上是無解 對它只能靠人體本身的修復機制去做修復而已 安菲他命它算是比較嚴重的藥物 安菲他命它算是比較嚴重的藥物 它歸類在二級毒品 疼啊 胺啊還有病毒 對你只要聽到這些東西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安菲他命 它的症狀其實算是蠻嚴重的耶 其實安菲他命的症狀第一個是會有幻聽幻覺 他會覺得或許旁邊有個人在跟他說話 可是其實根本就沒有人 提到症狀幾乎可以跟他一直都很相對 安菲他命它對你的神經會造成很大的損傷 非常非常的大 情人難流 愛人總是難流 我是容易受傷的男人 還要嗎 感知的問題啊 或者是說精神上的問題 它最傷害的應該就是大腦啦 對 那大概是什麼作用的 一兩年前 一兩年前喔 ok 所以用了大概兩年左右 對嗎 旁邊是什麼嗎 一直有人在看 一直有人在看 那應該是旁邊 你看外面的葉子 對啊 應該是葉子在看 ok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囉 ok 那你來這邊有沒有對自己有什麼期望 我可以改 想要改一下 ok 所以今天也是爸爸媽媽帶你過來 一張很像可以賣服 怎麼了嗎 一直看啊 一直看 你是說旁邊的那些東西啊 就有人啊 有人啊 okok 沒關係那你先看我就好 先不要管他 ok嗎 沒事沒事 先看著我就好 OK嗎你要問多久 嗯待會就可以啦 待會就結束了 好不好 再一下下就好 再一下下就好 馬上就好 ok嗎 那我們就繼續囉 所以你對你的期望是希望能夠把藥漸掉 ok 那你今天 那到底是要問多久啦 沒關係你 沒關係 放心慢慢來就好 可以嗎 馬上就ok了 ok啊 如果真的不及早把它拉回來的話 其實可能一輩子就會這樣 對 哇 海洛因就嚴重了 海洛因被歸類為一級毒品 基本上 服用它的話 幾乎啦 很難 要再帶回來 它的症狀其實很多耶 譬如說像上吐下瀉 包含忽忍忽忍 再加上它最嚴重的是提藥之後 它會六七五日 這些都是被藥物控制的後果 欸 你們的冷氣可以幫我關一下嗎 好像有點太強耶 還是幫我看一下好 好熱喔 快點啦 很熱 有沒有人啊 快點啦 海洛因對成因者的傷害其實幾乎啦 全神 包含你的痛覺 你的思想 加上你完全不能控制你自己 對 它是最嚴重的 只要吸食一次 海洛因就會成因 基本上如果沒有旁人去協助的話 可以斷定 它幾乎一輩子 就是都是這樣 沒有辦法自理 沒有辦法戒指 OK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課程了 摸那面槍 摸巧 是 很好 來 摸那面槍 很好 感覺它櫃子 櫃子 對 用手去乾就看看 喔 用手 對 感覺 找出這兩面槍的差別 一樣 摸那面槍 不要摸天板 試試看 不要摸天板 不要摸防護 不要摸門 你今天來這邊你是為了什麼 想一下 治療啊 治療嘛 很好那就聽我的 OK嗎 你要摸槍可以幹嘛 我在幫你 到底可以幹嘛 你摸腳嗎 來 你摸得到吧 應該做得到吧 做得到 我好了嗎 很好 很好 那我們再繼續 再做一下 OK嗎 摸那面槍 這場很好 黑色的 嗯 四步 嗯 有五隻 很好 找出這兩個 螺絲的刀 第一堂課的名字 其實叫客觀性練習 等就是將你的注意力外放 因為其實像曾經者 他們都會注意著自己本身的狀況 他們看不到外界 這時候我們要引導他去看看外界的世界 好讓他們把注意放在外界 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體上面 如果成癮者在演練的過程中有反抗的話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鼓勵他繼續 反抗其實很正常 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到底在幹嘛 但是做久了之後 他們會在這堂課當中 會學到很多 他們平常根本不會注意到的事情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OK 感覺我的雙手 有感覺上 很痛 我會癢 會癢 OK 那我輕一點 會很癢嗎 沒關係 有感覺到我的雙手 有嗎 有很好 感覺我的雙手 有啊 很痛很痛很痛 OK 那我再輕一點 這樣OK嗎 好 OK 感覺我的雙手 不溫的 不溫的 很好感覺我的雙手 你會不會親我 不會 第二段的課程叫做 援助法 對它其實本名叫客觀性援助法 援助法最主要是接觸你的身體 對讓你的身體的溝通能力能夠變強 一般來講 譬如說像 安倍他命 階段症狀出現的時候 腳去踢到左腳 你不會感覺到痛 但如果你感覺不到痛 那其實就是真的出問題了 做援助法的用意就是 讓你的身體能夠跟你自己恢復溝通 如果成癮者在過程中感到不舒服的話 其實我們會去引導他去做 我們要讓成癮者知道說 欸 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做得到 並不是什麼事情他都沒辦法做 第三個課程叫做處在那裡 處在那裡 就是兩個人坐在一起 我們雙眼閉著 這個用意是讓你能夠靜下心來 你去感受周遭 其實周遭其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壞 去感知周遭你會有聽覺 會有觸覺 這些東西都是你可以去注意到的東西 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你可以去感受世界啊 可能風啊 或是其他的東西 最主要是讓你的心能夠靜下來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處在當下的感覺 那為什麼要做面對這個演練 其實很簡單 我們在外面其實面對的東西特別多 你在服用藥物的時候 你面對的是藥物 但在這裡你只需要面對 最單純的你只要單純面對我就好 這可以增加你面對任何東西的能力 對 我覺得面對是一件 算是自信重建的一個 很有效的演練 我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很尷尬 沒關係你試著去面對我看看 就看著我 當然很簡單很難就能看著我 OK嗎 那我們就OK 繼續囉 為什麼要做逗弄這個演練 簡單來講話語對我們來說 它只是一段話 有時候像我們人常常都會變成說 你講我一句話我會生氣 你剛剛罵我什麼 我很生氣 但其實它就只是一段話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 並不會傷害到自己 那段話過了這一秒講完 下一秒就結束 要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話語對他們來講 是並沒有殺傷力的 對他們還是可以做好他自己 我現在講的所有的話都是 你知道嗎 也就是講話或許會比較激烈的 把它當成它是身外之一 欸你超黑的 他媽你很黑你知道嗎 幹你那媽跟木炭一樣黑 跟那個地板上的灰塵一樣 蛤 媽鼻毛的外繞我幹嘛 出來見客人喔 你約難來囉 你就打一聲給我看看 你超黑的 他媽你很黑你知道嗎 幹你那媽跟木炭一樣黑 跟那個地板上的灰塵一樣黑 蛤 媽鼻毛的外繞我幹嘛 出來見客人喔 要不要幫你鼻孔打個草 謝謝郭先生 全選者需要多少時間去界段 其實這都依個案去訂 有的可能三個月結束 甚至有的到六個月 這都需要去依照自身本身的問題去解決 最快跟最慢 我有遇過兩個多月的 就是所有的問題全部解決 包含森林 包含森林 最久的我有遇過八個月 對 但是八個月那個是賴著不走 他覺得這邊環境很好 我們跟誠意者相處的模式 是我們把他當成自己的兄弟在看待 不會像是你們大家平常說 有認知的 可能我高你等 你就是稀土犯 不會有那種歧視的問題 也不會像監獄一樣這樣去管控 我有遇過 就是有再回來的學生 那其實為什麼他會再回來 其實簡單來講 他覺得這邊對他有幫助 所以他才願意再回來 或許就是一時不小心偏差 又走回去的原路 但是其實蠻少的 不多 做這個工作有什麼心得 我覺得對我來講 算是一個能夠幫助人 他對我來講是一個最大的價值 你幫助到一個人 讓我感到心情覺得愉快 因為你幫到他了 這對我來講是最大的收穫 吸毒的快樂只有一瞬間 但要擺脫 可能要花一輩子 不僅傷身體 還會讓人傾家蕩產 我們不僅要對毒品說不 更要幫助身邊已經染上毒瘾的人 而他們知道 其實有一個溫暖的地方 可以陪伴他們 鼓勵他們 讓他們一步一步 脫離毒品的束縛 謝謝一隻未成癮者 附輸的戒毒師們 你們讓誤入歧途的人們 看到了新的天空 拜 拜